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 很快在华县 魏南 五一县 建立了48个乡村苏维埃政权 形成了约200平方公里的红色割据区域 然而在国民党重兵围剿下 卫化起义最终不幸失败 随后刘志丹回到陕北 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 接下来的革命工作怎么干 在红石霞会议上 刘志丹同志提出了著名的 通过白色 灰色 红色 三种形式开展武装斗争的策略 白色是开展兵运工作 灰色是改造土匪 红色是建立工农革命武装 兵运工作也就是派党员团员 打入国民党部队 秘密策动士兵起义 红石霞会议结束后 兵运成为西北地区武装斗争的主要形式 此后 刘志丹辗转闪肝 先后侧动多次兵变 然而却屡遭失败 几度被逮捕死里逃生 但这一切并没有消磨刘志丹的革命意志 一次次受挫使他逐渐认识到 兵运和兵电失败的主要原因是 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相结合 没有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1931年9月 刘志丹马西武将分散活动在河水 沁阳山区的三支武装集合起来 在太白附近的岛水湾重新整编 建立了南梁游击队 此后游击队主要在南梁 东华市一带活动 经常组织群众开展 抗梁 抗税 抗捐 抗租动活动 灵活的打击地方反动武装 不仅为民除害 昂且发展招大自己队 老百姓感慨又感激地说 这刘志丹的队伍 才是真正为穷人撑腰 办实施的队 南梁游击队使陕甘地区共产党人 首次拥有了独立领导 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 也率先在西北地区 竖起了走红色武装割据道路的旗帜 西北高原首次打出红军旗帜 威名赫赫 见证宝贵革命情义 谁是掌棋英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